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错了 因为他在台湾丢掉性命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有个非官死亡 昨天我也看到一场执行 一个小孩子偷光光 被赶出家人 小朋友 其实这种事情还蛮多的 我讲台湾是个安全的地方 美国的才女演员叫巴巴拉史翠山 他说蔡英文在台湾治理非常好 我们这边赶快大量应用 你看巴巴拉史翠山都这样讲 其实巴巴拉史翠山 我认真看他所写的 他在推特上面所发布的 他其实是在讽刺川普 因为他是挺拜登的 那很多人讲 他挺拜登那就是政治 我告诉你 美国现在 嫌疾已经要结束了 你如果看最近台湾的 评论 49 50 51 53 54 这些台独台 他们 那些烂嘴 不是臭嘴 不止臭嘴 就是烂嘴臭嘴 那讲那些东西你就不要信 你就听我的 我老实讲 我不管喜不喜欢 我就讲就是真实的嘛 我讲 最后出来就真实 很多人不喜欢啊 不喜欢没关系啊 就好像我那时候在讲韩粉 很多韩粉也不喜欢啊 嫌疾结果是怎么样 我讲的东西 就是真实 我就要真心化嘛 我不怕得对谁 我无党无派 但我告诉各位朋友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大家再来看嘛 可是 可是你今天看哦 在台湾 我们一直标榜我们是安全的社会 这个叫安全吗 今天教育部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检讨大学的 学校附近的安全 你知道 昨天凌晨 互兴南路二段 台北互兴南路二段 那个巷子啊 有六部机车烧起来 谁烧的 台大研究生烧的 他说我看到车子露出一个线头 这是我的习惯 我看到线头我就想点哦 光电研究所的研究生 他为什么 性质这么高 因为他跟他另外一个同学 两个人去夜店 喝得最新鲜的 经购看了 一时兴起啊 警方说你又怎么要点 我因为那时候很兴奋 一时兴起啊 校园的 大家在讲校园的资安 我告诉你 校园的资安 不好 不一定是外力 校园不好就是学生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我告诉你 太阳花运动以后 每个学生胆子就大了 我们为所欲为 我们只要正知正切 有什么关系 在台大 中国好声音去唱歌歌 学生去砸 学生没事啊 最后 去护卫的那些人 法律判输还被 还要罚四十几万啊 我们 我们学生就是 整个社会 动乱 里面很大的一个因素 我讲很大 不是最大啦 但是是很大 我告诉你 因为什么叫无法无天 就这样啊 当学生最大 你知道吗 当然 马来西亚这个 杀害他是个校外人士 那其实 大家也可以看到 台湾并不是安全的地方 昨天台北有两个地方 机车都烧了 一个在消防级旁边 消防级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在台北市政府后面 松仁路松高路的交汇口 那个交汇口那一栋 就中游大楼 中游大楼的隔壁 就是消防级的总级 各位可以看到 机车烧起来 二十几步啊 不要每天讲台湾安全的地方 台湾安全是 因为我们防疫很多人 就绰绝了 那绰绝其他 他有个情况 他其实很特殊啊 今天上午马航九 马航九在道教的一个 今天壮华民国道教总会 一个仪式啊 他受邀啊 他说台湾人民 有个很大的可爱点 就是他们常不听政府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疫情一开始 政府叫我们不要戴口罩 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啊 这个观点小董在这部分上 是不是讲过好几次啊 我说政府就不能相信 尤其民进党那种垃圾政府 他们是一群下山岸的无聊嘛 对不对 民党政府那些官员 下山岸无耻又不要脸 他们讲什么你怎么能够听呢 所以老百姓其实 我们的防疫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政府的 如果你那时候听政府 大家不戴口罩去做捷印 做公车 做电梯 那时候政府就这样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手上 我手上有保持政府那个影片 因为我想说哪一天他不爽告我 我就可以挤出来 我就开记者会 给大家看 政府如何骗大家不要戴口罩 马航九今天在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就是说台湾很多人可爱就是他们不听信政府的 马航九那时候又带啊 他是今年的除夕他带 蔡英文没有带 他们到华谷山去敲装 因为除夕要祈求国泰平安嘛 結果蔡英文没带马航九带 那高下立判嘛 因为那时候武汉已经封城了 武汉1月23封城 1月24是除夕 1月25是大连初一 除夕去敲装马航九已经有警戒了 蔡英文没警戒 结果马航九被骂 总统武出来骂马航九啊 假冲专家 各位可以上网 我小董不讲假话 今天台湾防疫有成果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政府的 我们听政府现在不知道死多少人了 我告诉你 政府怎么可以听 可是政府发现了 哎呀大家都不听我了 反而有啊 有不错的防疫成绩 赶快收割 然后大打两岸 说中国大陆是最张的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各位可以看 现在很多议论的风向啊 或者中国大陆啊 我说你现在按530 自己承认 已经做假了 对不对 江苏友达的台商 对不对 友达店子 硬说人家有 人家就说我们都检验过没有 才让他出境的嘛 我说按时 按时就是武汉 回来的那批 大家记得吧 2月3号啊 今年2月3号 按时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其实我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了 我说这个人 我们应收他有 中国大陆也很紧张啊 因为那时候武汉要回来 要检验三次啊 他们就打电话给这个人 这个人说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确诊啊 你怎么确定没有确诊 不会有病床不够的问题嘛 我没有 我没有住到医院啊 也没人告诉我 我有确诊啊 后来第二天 大陆方面 不死心 打给他太太 说你先生 被你们的诚实中宣布 说有确诊 他太太说没有啊 我先生哪有确诊 他因为从东国大陆回来 他被 他等于说要隔离14天啊 他在隔离中心啊 那是一个经营啊 我是家属我也没被告知啊 各位 按时就是一个嫌疾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府 你可以推敲啦 我们政府就是要鼓励 说你看 你们中国大陆回来 你看就被我们检验出来了 所以瞎变了 我就不给你回来 然后小小名 小小名 小小小名通通被卡住了 民进党政府就是 借着一个疫情在玩政治 玩政治就丑化中国大陆 配合美国的川普 但是各位朋友 嫌疾 嫌疾 下个礼拜二 台湾礼拜三 你就可以见真章了 你就可以见真章了 你现在押川普啊 政务是很明白的押川普 他公开不讲 台湾民众是很明白的押川普 因为台湾民众挺蔡英文 台湾的媒体 大家更不用讲 八九成啊 但是小董在讲真心话 我从我在做这种评论 我做这种评论 到现在大概快十五年了 我跟各位讲 我在电台做这个评论 我在电视当然更久了啦 电视已经二十四年了 但我跟各位讲 我讲的东西 第一个一定真啊 第二个我不管你 你因为人多 蔡英文说 我就多少票 你们算什么 真理和人数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在台湾的新闻界 我是全力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天体怎么运转了 地球绕着太阳转 全世界没有人相信啊 地球怎么会绕着太阳转 明明是太阳绕着地球转 我们才是世界的中心啊 全世界大家都不相信全力烈啊 我告诉你 什么叫真理 不是人多人少啊 然后最后 最后发现输了 发现哎呀 我们判断是错的 但是因为你们人多 你们就不承认 对不对 台湾就是疫情不要脸 台湾就是个鬼岛 台湾人就是忘恩乎义 恩将仇报的人 本来就是这样啊 各位不要期待太高啊 马来西亚这个傻女生 还回去分享说台湾都好 台湾很不安全你不知道吗 台湾疯子特别多吗 他被杀 马来西亚的报纸马上登出来 因为大家觉得很惊奇 很 大家都吓到了 他结论是什么 哎呀 因为在台湾杀人 杀死人又不用判死刑 台湾杀人不用判死刑啊 这次的选举我就告诉 很多朋友两件事 投票前我就写文章了 我说 如果这次蔡英文再继续当选 第一个 美国猪肉可以进来 各位可以去查 我的文章 我常常会写一些文章啊 练练比啊 第二个呢 台湾的死刑 你投蔡英文 你就是主张 台湾杀人不要判死刑啊 各位台湾有多少共犯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推给别人 哎呀怎么这样 哎呀怎么那样 台湾人最会故意装无辜 你们都是共犯耶 要不要脸啊 庄无辜 庄无辜就没有罪了吗 就不用负责任了吗 投票给希特勒的人 投票给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你们要不要负责啊 没有 是希特勒杀不是我 你们投给他就知道 他是一个国家主义的 他是一个纳粹的 怎么会不知道呢 庄无辜啦 我告诉你 杀人不要偿聘 良心够得去吗 各位在台湾情况是一样的啊 你今天选蔡英文将来有哪些 有哪些对待 票已经投完了 我也没话讲啊 民主就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 结果就会怎么样 一张票 大家讲一张票一事情 一张票一辈子后悔 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人 也有人啊 这样人不多 在国外可能多一点 在台湾不会多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媒体 他马上过去了 马来西亚这个女生 两天后没有新闻了 我告诉你 没有新闻了 每个单位都出来讲 教育部说 哎呀我们会加强学校的维安 学校最大的维安就是学生啊 台湾最大的国安就是蔡英文啊 那些大学 那学生才坏咧 学生怎么会好了 学生干了多少坏事 大家都没看到吗 有看到 啊因为他学生就原谅他 不是吗 今天 他们攻进行政院 偷哪 偷吃太阳饼自己来拍照 洋洋得意啊 洋洋得意拍照还剖出去 你看 我们太阳花的英雄 我们攻进行政院 我们把行政院里面的官员 抽屉里面的太阳饼拿出来吃 好爽哦 没有事 傻瓜电机器在行政院里面被干走了 无限麦克风被干走了 通通没事 最后谁有事 最后警察有事 最后警察有事 警察要赔赏他们 一百一十一万 各位朋友 最后是警察有事啊 警察你怎么可以阻拦他们 跟他们冲突 结果害他们受伤害啊 这就是台湾最不要脸的地方 台湾是个鬼岛 是个垃圾之地 各位朋友有什么 是非真理 就我的节目 你听了爽 就帮我按个赞 加我后面的APP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加APP 台湾就是个鬼岛 不要脸的地方 有一个垃圾总统在带领 已经没有玩法了 你要听正义 要听是非就是我 我真的要再讲一遍啊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已经任令一个政府 他用为所欲为的方式 然后他拿得挣起来 他说你看我选票超高 选票超高 只是证明台湾不要脸的人都而已啊 有什么了不起 你今天看到情况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 今天我们在台湾 很多人觉得无奈 你知道吗 我昨天到台大那边 逛逛书店 碰到两个 他说小董你骂得太好了 但你还骂得不够 这两个 他不是年纪很大 是年轻了 他不是学生啦 他们大概 两个好友要去喝个咖啡 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说 他说你骂得太对了 台湾的情况 为什么不多讲一点 我说 台湾 媒体被民党 被民党 等于说 被他收买或收编90% 你收东西你就看不到真相啊 那台湾哪些人享有特权 民进党跟他周遭的人享有特权啊 民进党执政 他们就开始想方设法去A钱啊 所以总统的表哥 要入主大同了 媒体报道一天 啊下来呢 大同公司台湾最老牌的工业 总统的表哥没有人写了 现在不写表哥了 对不对 他派林文烟去当董事长 阿扁的大管家 吴树敦买房子藏在林文烟的 用林文烟的名字去买 吴树敦说我不能用我或阿扁 或陈姓以后陈子庄名字买啊 人家就知道啊 所以我买两栋 这两栋 在一品宴 在哪里 在总统官邸旁边 在植物园的后面 台北植物园后面 博爱路 跟爱国西路口 各位那是好几亿的 一间好几亿啊 他买两间 什么概念 我们执政我们就要想办法A钱 趁着有权利啊 本来就是这样 民进党从来的观念就这样 各位你今天看得非常清楚啊 对不对 一品店才住了谁 我告诉你就是周杰伦啊 你说周杰伦长得像江大卫 香港的电影明星 江大卫迪龙 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崇拜的英雄啊 独臂刀王第二集 哇 大家可以看到 江大卫那个眼神 很孤寂 很冷漠 大家可以看到了 然后看到那时候迪龙 年轻时候多帅气 他们的骗子张册 大家看了 周杰伦住一品宴 哈哈 一品宴 房子好几亿 没有错 人家周杰伦很认真啊 他可以到海外赚很多钱啊 大家可以看 凭了就是真本事啊 他还没念什么大协啊 台湾很多年轻人念的大协 没有变大协生就变大畜生啊 周杰伦你没念什么大协啊 淡江高中 人家有才气 他肯打拼啊 他赚的钱不是 主要不是从台湾赚到的啊 大家也知道 两岸 东南亚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但我们今天喔 在台湾 你其实看到了 我们的安全来自很多民众 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那政府得到了不信任以后的成果 就是防疫成功 就开始收割 所以你看到了 我讲这东西喔 看的是很难够 为什么 因为我大早 看到这新闻 也看到马来西亚的媒体 说在台湾杀人又不会死 这个人会不会死 不会死 大概判多久 我判断大概20年啊 光个十几年就出来了 高雄有个民进党的议员啊 和议员不一定有关系啊 这个人生日他跟他按战 很多人这个议员就被包围了 但是他叫黄秋英啊 高雄市议员 但他我相信他不认识 因为你作为一个议员 公众人物 你可能 你会跟人家合照 人家加入你脸书 你跟他按赞 对不对 会有这些情况 我老实讲啊 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好苛责的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有个判决 你知道吗 法院有个判决 赵建明被判三年八个月 他讲说三年八个月是什么概念 没有什么概念啊 他爸爸赵益住判四年 因为他们内线交易啊 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至少我们的小编也不知道 我敢讲啊 有这个案子发生在民口九十五年 民口九十五年五月啊 因为我那时候 也组织好几个电视 我也在组织电视 我也在组织电台 那我那时候也在做评论 这个案子我们评论过很多次啊 台湾的司法是民进党 不管谁执政喔 是民进党 可以控制的百分之八九十 我敢讲啊 民口九十五年五月 赵益明这个案子就爆发了 内线交易 邱怡去捡几啊 说赵益明的妈妈捡水源 他爸爸叫赵益住啊 捡水源啊 那构成你听起来都很爆笑 他听说啊 彰化银行他四出股票了 半夜抱着现金五百多万 用一个麻布袋 用一个布袋装着啊 一个旅行袋装着啊 坐火车到台北 就是为了买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为他想方设法留下来给他买 一股本来两块到三块之间 两块多 一股喔 结果呢 一下子啊 不到两三个月啊 一张变十八块 他买了两万多张啊 大概赚了三亿多啊 各位 什么叫内线交易 这个当然是内线交易啊 因为赵益明去吃了台开宴 在山井吃了台开宴 里面台开董事长 我印象中叫苏德健 就跟他讲 我们怎么样 里面很多高官都在啊 然后讲一讲 哇 赵益明就赶快跟他爸爸讲 这支票这支可以买 爸爸跟妈妈讲 就赶快上来买 内线交易啊 这就是那时候有名的 互买的内线交易案 各位朋友我告诉你几个观念啊 民国九十五年 为什么现在民国一百零九年还在审 而且今天还没定案 根五审啊 什么叫根五审各位朋友 你被检察官起诉以后到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判决叫一审 然后你再上诉 到高院高等法院叫二审 二审以后再上最高法院叫三审 最高法院三审的时候一看 这个案子也有问题啊 就要求你高等法院 二级法院你再重审一次 二级法院审完以后又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说这个不行你再审一次 但是当然每次的法官不一样啊 赵建明的案子 到现在已经用了快一百个法官了 还没定案啊 台湾的司法 把你弄到最后你什么都看不到啊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 很扯对不对 马上回来 全球5G在级商机 因为好多人抖内 谢谢 全球最强供应员 国泰台湾 因为我有时候会瞄一下 其实他们是比较喜欢小编 不是 没有啊 他们都很爱听董哥 没有上面都说小编好可爱 他们都说 害我看了渡火中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啊我有时候会瞄一下 我当然没有前程看 他们都说董哥喝水你看你看 蛤 支持董哥 哎 不过早上看这个新闻实在太气了 对啊 刚刚听到也觉得很夸张啊 另外还有十大十五是减重的 台湾现在不晓得哪里是安全的 可能只能到金门记 哈哈哈哈 对啊 金门跟马祖是安全的 嗯 对啊 那边是蠻黑的感觉 对啊 不是因为你一个多礼拜 一个 两个多礼拜前 已经有个人被打 那你就应该加强啊 这是自然的 加强是什么 警方都行 然后把暗的地方把它开亮 对啊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前面那个女生已经 她是被烙脖子 只是她挣脫 那这次嫌乱就改用同心绳 我不要烙你脖子 我就把你套住 同心人把你套住 你就跑不掉了 对啊 她就这样 结果把她烙一烙就烙死了 28岁 24 我说 哦 前面28岁 对啊 看了就很气 对啊 这样一条命又没了 听见全世界 哦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真的早上看了那个女生 被当杀害神器啊 嫌犯把她烙死 等于说用同心人套住她的脖子 拉到车上 然后就把她弄死了 后来把她义乎偷光了 把她丢到那个阿莲香了 那 她当然就是要强暴她 强暴她不小心把她弄死了 我相信不小心啊 你说小董她过瘾 不是 她强暴她一定希望她是活的嘛 可能强暴以后才把她杀死 有可能嘛 那一定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讲 杀人要偿命 我们 对很多事情 大家讲 我们 我在做很多评论 我会用一个 一个过程 一个推理 然后来讲 我讲的东西 其实都蛮准的啦 各位朋友 包括嫌疾 包括这种 政治新闻后的 和社会新闻 那我跟那些烂嘴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 而且他们血氧不足啊 以前 跑新闻都跑得很烂 你只要去巴着民进党 你就 你就非讲他们的话 你看师大那个教授 台师大是好学校 一个教授在那边鬼扯 他叫范世平啊 范中淹的范 世界的事 平等的评 你看他讲那种话 他讲什么 中国大陆 因为疫情以后 已经变得很贫穷了 他们过去都派飞机啊 现在飞机都派不起啊 只能派无人机啊 那如果 这个疫情再怎样的话 经济更萧条的话 他们只能射指飞机啊 这是师大的范世平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是名嘴啊 喝了醉心心了 骑脚踏车去跟计程车相撞 还有凶人家 为什么要凶人家 我师大教授呢 师大 笑死人了 台湾这些教授啊 把很多很单纯的学生 送到大学都教坏了 所以大学 已经变一个无法无天 随便你怎么样 都可以了 我们不管其实在哪个行业 最主要就是你的品格啦 你今天把一个孩子送过去 至少他的品格不要变坏 我们很多到学校里以后就变坏 就无法无天 就觉得前台湾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最对不起他就是国民党 对不对 就这样啊 但我 我不是说我自己品格高尚或怎么样 绝对不是这样 我说我们有些基本的 有些基本的啊 但你今天看到台湾是没有的啊 今天美国在选举 在美国选举 现在选这几年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川普的做法 现在川普为什么选到已经 现在气肉油丝 过几天要投票了 经济邪人 今天已经写了 当然就拜登当选了 这不用讲了 经济邪人在英国是一个 老牌子的一个媒体啊 但是我讲 为什么大家这样讲 因为前几天有人问我 我当然讲 但我告诉你 现在嫌几次有两种人 一种支持川普 一种讨厌川普的 拜登的角色本来就不明显 为什么 为什么会讨厌川普人变那么多 过去大家想说欧巴马做的不错 可是人心都想改变嘛 我们都想改变 他们觉得哎呀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其实好或不好都自己选出来了 然后选以后都觉得他不好 他怎么样 就开始骂来骂去 对不对 那川普那时候很多人觉得 哎呀欧巴马 欧巴马都被和平奖得过 人也很不错 品格也很好 但他继任者就没有当选了 希拉蕊就没当选了 希拉蕊在美国是被认为比较前谋的 他是一个历史 柯林顿的太太 那我们看川普就当选了 川普当选了以后 你这个国家的国格就没有了 因为他讲话从来不算话 推翻自己的主张 然后说没有 我从来没这样讲过 人家都明明有露营了 他就是把那种不要脸 下山难的无赖嘴脸 当着全世界展现 然后告诉人家说 哎我是美国总统耶 一个人总统没有人格 没有品格 国家就没有国格 现在美国人是在选这个 美国人选这个 美国人过去很多人很喜欢美国人 现在很多人很讨厌美国人 譬如我 我是非常鄙视这种垃圾 下山难不要脸的无耻国家 我真的讲 不要讲国格 什么格都没有了 对不对 怎么会一个人可以这样 可以睁眼睛说瞎话 全世界跟这些人有得比的 只有民进党嘛 民进党就这个下山难 秀无耻下线 到无所不治的一些国 的一个政党啊 你光看美牛 美牛马航九昨天说 马航九罵他三字无耻 民党很气啊 说马航九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你卓士金飞 是谁卓士金飞啊 各位朋友 民进党要求 零点出 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我们现在有 有智慧行手机 有什么 你随便Google也要搜寻 你就知道 民党过去做过哪些事情都在 民党为了那个 占领立法院的议场五天啊 每个人带睡袋啊 把里面还手 把议场还手 根本没办法开啊 其实国民党要破 要冲进去 要把他那个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民党做什么 你今天哪来每个人都觉得 雅兰失效 民党好像一路说我过去没有做够 为什么他是个垃圾 下山烂不要脸的畜生党啊 因为大家都明明看到你做过 现在录影带也都在啊 对不对 2012年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我在节目上讲过啊 跑去高雄 成吉的高雄 然后呢 赖清德 曹启宏 屏东县长曹启宏 赖清德台南 对不对 张花冠嘉义县 然后苏智芬 银银县 还有银银的 林冲贤 他们六个县市场在高雄集合 我们这六个县市就是零点出 绝对不准进来 不管你中央怎么讲 然后民进党 因为那时候在野啊 他们就拜柯建民柯总召 柯总召到那边去替他们讲话 就马正如咋样咋样 哇 大家就联盟了 然后民进党现在的嘴脸 地方不能委婉中央 地方没有委婉中央啊 你们这些人不读书 一群垃圾人 不看法律啊 现在的法律到目前为止是零减粗 我们现在的法律 食品卫生法 现在的法律是零减粗 一群垃圾人在那边讲东讲西 你有时候看得非常可笑啊 我现在定了自治条例 委婉哪一条 一条都没有 各位我讲这个其实很简单 因为很多观众很多人都以为说 已经有了 没有我告诉你没有改 法律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改 你将来改了 将来再收嘛 问题你现在的法律是零减粗 所以不要被蔡英文被民进党被疫情垃圾给骗了 陈时中跟陈其中是最不可信任的人 就每天自我打脸 然后自己又要收谎 有时候你看很多东西有试人气啊 对不对 你看 民进党列委刘世荒昨天指控 我们护政系统 四个月五次搭当机 因为他设计人是上海人 是大陆人 他们他单位听得很紧张啊 昨天赶快到处去检查 我们里面有没有大陆人 外籍的人 尤其是大陆上海来的 他们检查办公室没有啊 我是民进党 我随便指控你啊 台湾有什么问题都是大陆害的 所以我们的护政系统大当机 他不去骂 民进党的 护政系统的管理人 的负责人 内政部长 他不骂 他说 这就是大陆人来设计的 那个人是上海人 刘世荒 你现在人家习狗勇 公开讲没有啊 他们去查没有啊 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 这家公司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啊 我告诉你 标道就是中华电信子公司 中华电信 是谁在管啊 民进党啊 中华电信还有另外一家子公司 被我在节目上骂过很多次啊 对不对 賴品宜的爸爸 賴靖林在哪里当董事长啊 他叫神脑啊 神经兮兮的神啊 脑袋的脑啊 神经兮兮兮的脑袋 那个董事长 他把他工会的 工会的理事长把他开除 因为你搞工运搞到我们 基前不灵 已经四五个月了 他们到劳动部去看 去 去申诉去什么 去法院 劳动部跟法院他都会打赢了 公司还是不让他回去啊 各位有这么垃圾的政府吗 民进党 台湾劳工最可耻啊 台湾那些劳工团体最可耻 他们去年为了怕影响蔡英文的嫌疾 劳工 团体 每年 这个时候都会办 秋斗 秋天大家来斗吧 来道丁吧 每年都办 只有去年不办 我为什么那么看不起台湾的劳工团体 因为他们都是民进党养的ego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我过去跑劳委会 跑劳工啊 我会常看不起啊 每天讲我们替劳工 不用你们替自己啊 疫情垃圾人 不要脸 下山岸 去年如果搞秋斗 你秋斗当然是斗正如啊 那不影响蔡英文选举 不办 今年是要办啊 各位朋友 这几天会有一些活动啊 包括同性念大游行 同性念大游行啊 我有时候看很多东西很好笑 我就在这样 那刘思芳你随便指控 你怎么办 中华电信子公司 人家 人家没有大陆人啊 这家叫支透 红乙 支信的支 透展的透 红呢 宝盖红 乙做的乙 这家公司叫支透红乙 他说我们里面没大陆人啊 没有人设计啊 更没上海人啊 那怎么会有这种指控 我有时候讲 民进党做 要是发现情况不对的 就指控大陆 我们不是不给 中国大陆那些台商回来 因为我们在武汉 这批里面发现有个确诊 按时 你把它找出来开记者会嘛 请他说明嘛 按时 我们现在已经按 已经快四百了 五百四 五百四了 你把按时找出来嘛 人家已经跟你交证好久了 二月三号到现在 不敢回应 所以我们有科学 哦 言下支信好像对方很不科学 中国大陆医疗很难 就是要营造一个两岸 中国大陆很差 把有毒的人送回来 你就要营造这样啊 对不对 那五三零 你没有跟人家道歉 你没有要给人家赔赏 你说五三零 友达昆山厂那个人 那个台商回来被切诊 结果人家把两千多个人 连夜哦 你一宣布他连夜 把收人召集回来 检验 把工厂收东西都消毒 人家花那么大的心血 这就是他们处理的方式 你喜不喜欢 他比你严格嘛 几个收缓的官员 现在都没有脸红啊 真是恶心 马上回来 轻松投资 少烦恼 首选金融债 金融资数未债 发债机构多为投资等级 请殖利率替美高行债券 兼顾收益及风险 群立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债券基金 帮你们投资几何付金 请播2706 9777 总哥是周有要回金门吗 有 哦是哦 那等一下就 下午就去大飞机吗 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因为 因为今天天 因为今天晚上天气会变冷 明天说特别冷 那在外岛 在我们就 外岛金门大概都比 冷个两度左右 比台北 其实纬度一样 但是它是海岛 那马祖更冷 这可能你们那边是 早上只有十几度了 999元 应该 不过还好啦 我们是习惯了 总哥要多穿点衣服 我们是比较习惯了 真的哦 小时候感觉很冷 现在长大 就没有觉得那么冷 因为小时候的衣服不保暖 你连一件像样的外套都没有 就是学校的外套而已 你不会有什么棉袄 不会有 没有粗面 没有都没有 因为以前整个金门 金门就是一个 潜倒大家都穷 没有什么有钱 没有那么好 对 因为他也不可能有大商家 大商人 对啊 大建设 强强联手 国际美学大师破话 钻石极绿建筑 黄金极智慧建筑 最本身段 空客 去厕所 怕你喝太多水 不会啦 来不及上厕所 拿广告时间太短了 不会啦 就一杯水哪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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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7888 50甲 1010票就放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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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欢迎回到小董哲心话 我刚在讲赵建明这个案子 你很气嘛 民国95年 现在呢 现在民国109年 一个案子14年办了 95年5月 然后到现在109年 10月30号 跟五审今天判决下来 说他判3年8个月 就是内线交易 那为什么一直发挥 很多朋友搞不清楚 我告诉你 因为他们对认定 你到底最后赚多少钱 如果超过1亿以上的 最比较重 1亿以下的最比较轻 那有的人认为说比较重 有超过1亿 那有的说没有 每一审 大家见解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赚到的钱 就是股票的 那时候 股票是流动的 那用这个就一直 一直 玩来玩去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每个法官 不想得罪民进党政府 我明明知道你有罪 但是 你可以上诉 不要在我这里定案 你懂不懂 我定案了 你就要去坐牢 他非有罪不可 那怎么办呢 只好大家来玩 玩就说 我判你多久 你可以上诉 上诉就没有定案 各位就是这样啊 你看到台湾的司法 他们怕民进党怕到这样 民进党可以决定 你将来会不会升迁 决定你日子好不好够 台湾司法就这样啊 有时候你看得很生气啊 怎么怎么是这样 没错啊 就好像我那天在讲 我们现在用国安 的名义啊 那些检察官 无耻到已经 匪夷所思啊 他用国安 就可以限制你出境 然后把你抓来 所有记者都不准 不准采访 因为国安嘛 他们把国安 现在民进党是拿了一个国安帽子 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NCC说中天有国安问题 发文给国安局啊 你知道台湾 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是蔡英文 国家安全会议下面最大的机构 就是国安局 国安局长在邱国正啊 国际当做陆军司令 上将 昨天到立法院 然后问他说 NCC有没有国安问题 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查到 任何一家电视台有国安问题 NCC有没有邀请你们 他说有 啊你们怎么讲 我们不派言去 为什么不派言去 因为NCC 他说NCC是个独立机关 你独立机关 你都要自己审啊 然后第二个呢 有没有国安问题 我们认为没有 我们气了能够讲什么 国安局不派人去啊 然后 NCC要罗斯你啊 找了七个坚定人 他们自己有 NCC有七个委员 又找了七个坚定人 然后来这边希望羞辱你 结果大家看了 现场发现这些坚定人 都是胜利台独 根本就有成见 NCC这些鞋者 还假装自己清高 然后现在穿帮了 好几个被民党找去骂你知道吗 那些委员好几个被骂 骂完了以后现在怎么办 因为你现场这样播出来 变成一个笑话嘛 他说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再找 中天再回来开一次 要补考 要给自己一个补考机会你知道 他说我们给中天一个多一个机会说明 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在现场羞辱中天 反而被中天的律师抢牌了好几次 民众都看在眼里 游英龙教授 民进党的 游英龙教授说 这个简直是美丽岛新华 大省都没有像他这么糟糕 比那个海狼干 各位朋友 你有时候看了喔 真是可笑啊 但是喔 民进党就想说我全力在所 我就敢做敢当 怎么敢做敢当呢 我敢 我敢把你干掉啊 我敢吃铜吃铁啊 我的人都在赚钱啊 各位你看最近台铁在出包 对不对 昨天又检查出 蛤 还有一个地方 有19公分的内容 他都没有翻车已经不得了了 上次40几公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40几公分 通报你们怎么还 火车还召开 各位想想 40几公分已经快半公尺了 一个这样大洞 火车从上面经过 会安全吗 坐火车不安全 从马来西亚来练书不安全 然后呢 打个流感疫苗不安全 不是吗 我们现在台湾哪里是安全的 我们台湾最大的安全问题 就是民进党 蔡英文造成的 他完全不安全啊 火车40几公分召开 铁轨断了40几公分召开 昨天发现一个断了19公分也召开 各位想想看火车大家都坐过 你看那个轮子 铁轨中间中断了19公分 还召开 你不怕翻车吗 大家吓坏了 那什么地方啊 永康啊 你永保安康吗 各位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看的都很生气 你知道吗 这就 这就平常的工作嘛 这就平常的工作 你怎么会 可是这平常工作 跟安全跟生命是非常相关的 你看我们普悠嘛 那时候死了18个人 说我们要很慎重 我们回安会 我们那个交安会 我们赶快去测查 我们到公布的时候 都久了 你知道吗 两年 因为他很慎重 我没话讲 他很慎重 哇各种都去查 查了喔 两年 然后讲出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研究出来以后 所以我们判断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要给家属知道 要家属签切结书 不准对外讲 要家属签切结书啊 你 我们里面坚定了结果 你不准对外讲 民进党不是标榜公开透明吗 太阳花不是要公开透明吗 民进党不是每天在讲吗 民进党自己执政从来不公开不透明 所有东西都搞黑箱 为什么黑箱才能上下起手 自己赚钱啊 对不对 自己赚钱自己包屁啊 台铁最近做很多文仙啊 他做这家文仙的公司 叫做春露 春天的露水 春露就是 原来包 农委会1450那家 农委会那时候做了很多东西 哇 因为农委会现在更有钱 现在比以前更有钱 所以农委会办一个炒饭活动 花了776万 776万什么概念啊 各位朋友 大家来炒饭啊 真爽啊 然后那些人就赚了钱了 这家公司又去标了台铁 把台铁做很多美化 哇 大家觉得 台铁 台铁除了卖便当之外 台铁有什么形象啊 没有嘛 对不对 台铁说我们便当好到怎么样 我们台铁的人结婚 我们到中山堂去办 集团结婚 台铁员工 我们没有吃大餐 每个人来吃便当 婚礼吃便当 好多新人欺诈了 我这辈子 就 就这么喜滋滋的要来结婚 结果我的亲友 大家都上阳明山吃便当 台铁的便当好到可以当做婚礼 各位被骂 谁规划了 我不知道谁规划了 但是村路要帮台铁包装 不止1450 已经大概1580左右了 我印象中15多 各位朋友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政府 每天在告诉你没有钱 这里没有钱 那里没有钱 他在花钱不索软 花钱不索软啊 对不对 每个人 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 心里做的不是那一回事啊 所以当我今天 一早看到第一个新闻 就看到 有个马来西亚的女孩子 因为向往台湾 他认为台湾很安全 他到处跟人家讲台湾很安全 你错了 台湾怎么会安全呢 台湾不安全啊 校园是最不安全的 校园有多少 那种有问题的学生 他只要政治正确 他做什么都可以啊 对不对 政府不安全啊 中央疫情中心讲的东西 有问题啊 各位 我讲这样 你要怎么保护自己 你听小总节目就对了 我从头到尾就告诉你 政府没办法保护你 你要保护自己 他告诉你不要戴口罩 我就在节目上讲 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不要听他的 不要听陈时中的 听他你就死定了 是不是 大家都很自觉 我们不听政府的 结果我们获得最好的防疫成果 政府就拿镰刀来收割 说哎你看 哎我们台湾有这个 有这个结果 巴巴拉十岁山 这些人是不清楚这个构成啊 我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不听政府的 我们没有被陈时中骗了 那我们今天的结果出来以后 他们就开始大收割 哇好了不起哦 台湾人很乖 乖的 大家一起排队买口罩 14天可以买9个 14天可以买9个 礼拜六礼拜天你不要外出 礼拜五呢 礼拜五你就把礼拜四那个重新带一次 刚好用嘛 礼拜六礼拜天不要外出 就是这个概念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民进党政府 他们做这事情哦 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今年三月美国人打电话来说 我们要50万个 送过来吧 我们就乖乖跪着线上去 我们现在就这样啊 美国国安局跟你要50个 50万个你就拿了 老百姓要排队自己花钱 不合理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 谢谢大家